学校都受到了影响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家里面观众朋友 有小朋友要注意 一个是公共安全 另外一个是 我们现在台灯都出状况 公共安全的这个部分 这个地方是在新竹的 天然瓦斯公司处理处 十八尖山的供应站 结果除气槽的时候 因为工人失作不慎 结果突然之间 人孔盖静电酿成了火灾 消防人员紧急地抢救 担心爆炸 附近有三所高中 因此全部宣布停课 热烈的大火 不断从瓦斯潮下方冒出 声势相当惊人 宛如在烤瓦斯潮 现场还弥漫 用瓦斯味 消防队员赶紧拉水线灌救 不过由于瓦斯 不断随着大火喷出 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只能先以洒水降温 瓦斯潮起火原因 疑似工人操作不慎 在人孔盖产生静电 擦出火花而酿火 因为工人在没有按照施工规范 用开启底部 引起我们瓦斯外泄 十几位消防队员不断穿梭在大瓦斯潮下方 观察火势 其中一名消防队员不慎头部遭到灼伤 赶紧休息包扎 整个瓦斯潮里面还有将近4000立方米的残存瓦斯 导致无法立即将火势扑灭 情况危急 紧急通知附近的国高中下午停客 洩漏出来的时候 只要碰到些微火源 即使是静电或者是些微的火源 都会造成这个爆炸的连锁反应 消防人员不断以水柱降温 一直等到瓦斯潮内的瓦斯完全卸出后 将近两个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中天新闻和孟谦 黄之慧新竹采访报道